为了让街友可以摆脱过去被标签化的刻板印象 高雄市社会局近年来 规划了许多小型特色就业辅导计划 其中就利用民间单位所捐赠的行动餐车 培训街友成为点心达人 不仅有不少的街友朋友出了餐饮的兴趣 甚至已经重返职场自立生活 动作熟练的将配料放到后片吐司上 最后再撒上起司放进烤箱烘烤 没有多久功夫美味可口的餐点就完成了 这是高雄市社会局辅导街友就业的创新方案 希望能培训街友自立更生 像是阿玲已经开始在早餐店兼职 很高兴啊 怎么说 很充足 心情方面有很大不同 以前是心情比较不会开放 现在就比较踏实 梦想就是希望能做个小摊子 坐车的小摊子 然后就是身体健康 小孩子也平安 这样子 要自己创业 对 可以赚一点零用钱 因为身体不好 没办法工作 某个步骤都要练习 酱料要均匀一下 整片都是酱料也不好 有可爱公仔造型的行动餐车 是由民间团体所捐赠的 经过两阶段的营运 也培训出不少街友 摇身一变成为点心达人 不仅培养出做餐饮的兴趣 甚至有街友已经重返职场 自立生活 餐车的训练课程当时就是我们请一位在美国有在实际经营这个餐车的老师过来 那主要就是针对第一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餐食制作的技巧 第二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餐食制作的环境卫生 那第三个就是针对客人的一些代课的社交技巧 以这三个课程为主要的一个训练的轴心这样子 最主要就是说透过一些技职能力的训练 然后因为你有专心在上课 然后做这些动作的话 其实帮助他们的那个就是稳定度也好 或者是说帮助他们就是说专注力也好 那慢慢慢慢的他习惯劳动跟习惯工作的这个氛围之后 他会比较能够衔接到外面的一个工作 漂泊行动元汽车带着街友们走出机构 从安置机构、弱势儿哨、日照中心等据点 提供满满的爱心餐点、浓入社区 改变大家对于街友的刻板印象 社会局期盼透过像是行动车、艾草条制作贩售 等等小型特色就业辅导计划 培养街友的就业意愿及能力 逐步促成自立生活 让街友的人生逆转身 比 till on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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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